戴着口罩 穿着黑衬衫 只剩记者黄伟汉 不乏一语 心情沉重的走进妈妈灵堂 马上落泪 不痛了妈妈 她发文表示 看到自己妈妈受创的遗体 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当时的力道速度有多大多快 妈妈事发时都还穿着 爸爸生前的红色外套 她心想 妈妈一定是想爸爸了 母亲节前发生事故 令人心碎 而国民党的言宽恒 也到场安慰着黄伟汉 对于肇事者酒驾的行为斥责 我们发生这种汉事 我们谁也不愿意 那对于酒驾这种行为 没有人可以容我 那所以我相信 我们当初在立法的时候 我也参理立法 那提高法则提高行动 这都是我们目前的作为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也陪在黄伟汉身边 拿着箱向黄妈妈 质疑并且痛批酒驾恶劣 整个事情看起来其实 也被质疑是跟酒驾有关 所以我会再把两年前所提的 酒驾的法案我会重新再提一次 江启臣指出几年前就向立法院提出 要将酒驾的行则提高 而悲剧不断重演 它会再强力的督促 希望修法成功 就在近期台中有一位林先生 五年八度酒驾 最后一次去年四月 致壮害同车的友人蚕死 台中第一月为了警惕酒驾行为 重判了五年六个月 大家都希望加重行则 法官也严厉重判 这是希望能喝止这种恶劣酒驾行为 让悲剧不要再发生 TVBS新闻赖从廖凡一台中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